欢迎新来欢迎新光大道 针对这个昨天的二审重判八名立委 这个苏贞昌也在这个中药商的 这个政治献金的名单当中 当年的特征组没有起诉 这个案子呢在二审判决之后 有人又提起苏贞昌 苏贞昌今天如何回应 就我的部分 这个只有十万块 而且是在竞选的期间 我也当选的台北县长 也没有再当立法委员 这个案子我也不是提案人 也没有联署 也没有参与审查 孙昌在特征组起诉这个案子的时候 说法是说他只收了十万块 而且呢他这个收钱的时候 人已经到台北县去选县长了 并不是立法委员 而且后续呢 他也没有参与整个修法的审查跟联署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特征组当时没有起诉他 金额比较低 而且呢后来他已经去当县长 不过这个状况似乎也跟这一次被起诉 而且被重派的立委林光华 前立委林光华是一样的 他当时呢也是去选了新竹县县长 后续显然也没有继续的参与 相关的这个修法跟联署 但是林光华刚刚的说法是说 这个中药商的这个里头的重要的干部呢 是他的联金是有亲戚关系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笔政治现金 他觉得是合理的 因此他被重判他也是相当不洁 所以林光华基本上跟苏贞昌 收钱以及收钱之后呢 都已经不在立法院的情节是一样的 一个200万一个是10万 所以10万的没有处理 200万的就重判 这个法律的这个界限跟稳定性是什么 慧伟怎么看这些法官的判决 这高院的判决其实 我刚讲其实不用太过于研究 他只要一发回他就被撤销 这个判决就不是最终的判决 将来如果发回他判决主文会写说 原判决撤销发回台湾高端法院 那撤销的东西即将被撤销 他的赏位期限其实很短的 我是研判他一定会撤销的 那当然最近很多立委 所以冯委员刚刚也不用那么激动 很快就无效了 一定撤销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这样判呢 有之前有几个立委 现任的立委我就直接点名 就郭文成黄伟哲 黄伟哲你看那个斯文的样子 黄伟哲也有还有这个 你说也是个中药商啊 我在讲别的案子 就现任的立委还有高志鹏 那高志鹏是已经被判有罪 可是郭文成那个反而没事 那黄伟哲那个案子也还没判 我都觉得很奇怪 那个立委的职权 跟他到底所谓的对价之间 到底那个界限是什么 怎么界定 其实是蛮难的 我是觉得很难 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高院的法官觉得 很简单 就这样判了 主持人你讲说三十几个立委 那个时候的立法院是 225个立委 那行贿31个够不够 不够 那一定不够 那表决举手 举手举手就输了 之前很多 我这样倒过来来说 高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举出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以前类似的案子 然后民意代表被判刑的判决 应该是没有 没有没有就好了 没有就完蛋了 完蛋 那你这个判刑一定被撤销的 你法律 我不是要帮立委讲话 我对立委没什么好印象 你收了钱去 收了钱然后去那个 当然是不应该 我也同意光晴 刚才讲法 可是问题 现在的法律 在政治现金也好 或之前谈论之调理也好 你没有定嘛 你根本就处理不了这种事情 对那你没有办法 这样子判他的时候 你说就判了大快人心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呼应一下 刚刚那个冯定国委员提到的 就是 陈聪明他是退案子的 那总长会退案子 其实这个其实是 就我们司法来讲 总长为什么要退案子 你说退这个案子 退这个案子 那是不是更改的起诉的名单 名单他还可以自己改 总长为什么不能改 就是说底下检察官说 我要起诉这个 我要起诉曾孕鹏 曾孕鹏怎么没在里面 给我加进去 就加进去了 把黄光钱拿掉 就把他拿掉了 说我说拿掉就拿掉了 不然总长是你干还是我干 第二个他 拖过立委的选举 因为他这个退案的时间 是在2007年的年底 那拖过了立委的投票之后 他才这个 把这个案子侦查终结 所以为什么要拖过那个选举 如果在选举 他怕影响选情啊 所以我刚刚主席你讲说我也同意 那就是什么案子都不要办 从现在开始什么案子都不要办 我们呼应民进党中常会的讲法 就不能办 因为会影响选情啊 所以花博也不能办 不是这样子吗 奇怪了 那这些东西都不要办 那收费的价目表 这个我是不同意 哪有什么收1000万 我们警察可能收1万就被判刑 1万啊 为什么立委可以收到什么 什么10万也没事 那这个案子刚刚 这个冯立委委员提到说 这是个旧案 之前就有人去北检检举了 然后北检没有办 那为什么特征组会起诉 旧途同部分的立委讲说 都没有新事实新证据 你为什么起诉我 那为什么本来不起诉 现在起诉了 本来无罪现在判有罪了 哪有这种 这个怎么会叫司法改革呢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叫司法改革 这叫司法乱象 我最后提一下 到底观众朋友 到底谁有双重标准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郝龙斌也干过立委啊 如果今天是郝龙斌收10万呢 如果郝龙斌收10万呢 说啊我政治现金啊 我那时候要去选什么啊 我就怎么样啊 是这样子吗 你觉得绿的朋友会这样讲吗 会吗 如果会我也没话讲啊 我们先讲个 谢谢大家